整个忍战雷影前后脚释放劫机 我想当然认为后放劫机的应该会赢吧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就震惊了我 后放劫机的雷影竟然跳到了前一个雷影的手上 这也太离谱了吧 在忍战雷影爆料的时候 它的劫机机制相当亮眼 被躲掉带土的虚化 还有清水的无敌飞雷神 忍战雷影在上线之前喊的是 你刚才位移了是吧 但是上线之后 劫机直接变坠机 这里用普攻拉开距离是无法触发劫机的 而你先打下对手再反向位移就可以触发劫机 感觉触发机制还是挺迷的 这里用鲨鱼把对手咬开也无法触发 但是咬开之后 雷影反向走两步就可以触发了 这是官方标注的劫机的触发机制 也就是说你在对手身边位移是不会触发的 但是按理说对手在你身边位移是应该触发的 可也没有触发 难道是不够近 我又靠近了一点都被炸到了 还是没有触发 甚至贴脸位移都没有触发 这就有点离谱了 用技能位移同样也不会触发 我这是服了 那这个触发劫机的真正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反正我实现了一下 官方文字描述应该不是特别准确 而且今天雷影还有一个 劫机持续触发这么一个情况 两个雷影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先后触发劫机 一般来说是后触发的那个影 但是也不排除会出现视频开头的这个情况 后出现的那个雷影 直接跳到人家的手上去了 当时人都给我看傻了 不过我尝试了很多次啊 包括两个技能的劫机对抗 基本上都是后放劫机的人赢啊 那么他的劫机就真的无敌了吗 结果很可能让大家失望啊 虽然说他能够规避啊 带土的虚化 以及清水的无力飞雷神 但是当他先劫机带土再虚化的时候啊 雷影就啥也得不到吧 不过打清水是依然好使啊 因为雷影先放 他这个清水是放不出来技能的 而清水先放 雷影就能够规避他的飞雷神伤害 但是如果碰上惠土又的一些纳美 那劫机直接就歇菜了啊 另外在有些忍者开启无敌技能 比如说虚躲的情况下 放劫机就是自己送上门挨揍啊 本来伤害还不一定能打拳呢啊 结果变成了伤害吃满 在没有雷凯霸体加持的情况下 劫机会被一些忍者的技能啊 直接打坠机 所以没有雷凯释放劫机啊 一定要谨慎 至于劫机啊 能否把空中的目标解下来 我测试了一下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那么他能否规避一些大招的伤害呢 我测试了一下 结果就是基本别想了 出现的速度很快不说 还是完全送上门伤害吃满啊 所以上线之前 大家都觉得劫机是一个神技 有可能会被削弱 但上线之后啊 都发现对手嘴上带着微笑 好像在说 你是不是要释放劫机了 哈哈哈 对手 哈哈哈哈